我发现了一艘船 它幽静地飘在海面上 这让我突然紧张了起来 多年的求生经验告诉我 这事情并不简单 在野外求生 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现在不明船只靠近 无法分辨是敌是友 必须要小心一点 我举起枪 骑上施救 我要从高空观察一下情况 如果发现对方来者不善 我会在第一时间出手 通过超级望远镜得知 这是一艘方舟里最普通的木划船 上面空无一人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就定下去看看 木划上有一些最基本的生存用品 这代表着船上之前有人存在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 当初传送到方舟大陆时 只有我和玉儿两个人 难不成是玉儿 我果然没有猜错 在木划的另一侧 我发现了一个指示牌 上面写着玉儿的船 没想到 我又重新获得了玉儿的线索 可是玉儿并不在船上 难不成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昨天晚上下雨又刮风 玉儿的船很有可能是从某个地方 被海浪卷了过来 昨夜刮的是北风 那么我一直沿着地图向北走 大概就是这个岛屿 说不定就能见到玉儿了 无比思念玉儿的我 决定马上动身 我把所需要的物资放进储物箱里 驾驶木伐 我们下期见 时间过了四个小时 我通过地图得知 居然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 这样的行进速度太慢了 可如果我当时骑着师舅飞过去 很有可能会跟海面上的鱼儿擦肩而过 为了确保这次见面万物一失 我决定现场驯服一只海洋生物 一是用来继续赶路 二是海上危机四伏 用来保护我的安全 换上潜水服来到深海 突然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我发现了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 巨齿沙 这运气也太贝了 这种生物身长有二十米 体重达四十吨 是个绝对的大块头 攻击性极强 但如果它被我驯服的话 我岂不是能在这海洋里 横着走了 巨齿沙虽然凶猛无比 但是脑子不太好 有着水中牛龙的称号 是个铁憨憨一枚 于是我决定先去水中勾引它 然后回到船边 再用弩箭射击 等它发现无法攻击我时 便会掉头离开 这个时候我再下手攻击 吸引仇恨 如此往复 料它是曾经的海洋霸主 也敌不过我聪明的大脑啊 不一会儿它就被我打晕了 喂一些熟肉开始驯服 OK 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终于有了一只海洋宠物 原来我并不是骑着巨齿沙 而是在它身上趴着 它凉凉的皮肤让我感觉非常舒适 虽然巨齿沙游动的速度不是最快的 但也要比我的木筏强上很多 而且巨齿沙攻击性极强 它的咬合力堪比陆地上的霸王龙 而且攻击之后会对伤口产生撕裂效果 能让对方不停地掉血 伤害加成非常高 根据方舟日志我还了解到 如果多只鞠齿沙组成军团 那么还会有叠加效果出现 只可惜我现在时间紧 任务重 没有机会去培育鞠齿沙军团了 不过不要紧 有了这只给我保驾护航 我相信这次能安稳地到达东北方的岛屿 刚才时间耽误了不少 我需要抓紧赶路了 距离目的地还有段路程 我和巨齿沙都累了 打算原地休着 明天再继续赶路 后半夜的海风真冷 但是再寒冷的风 从我身体吹过 也无法熄灭我那颗炽热的心 玉儿啊 如果这次我能顺利见到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再继续赚路和按钮